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谈今年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度地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 针对相关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一维 为您深入解读 美国政客近期频繁窜台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 继特种作战小组主席伯格曼与赖清德会面 赖清德声称就职后期待所谓美台合作 让台海更稳定 然而这给台海带来的到底是稳定还是危险 持视频的袁张斌带来全面分析 日本国会参议院28号通过2024财年预算案 虽然与上财年相比 日本政府新财年预算规模略有收缩 但是防卫预算却创了历史新高 这些变化透露出什么讯息 时视频的袁腾建群由独家观察 海的新干线在海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小丽 首先我们来关注 为期四天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4年年会29号下午 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 今年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位嘉宾齐聚博鳌 留下了他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形势发展的真知灼见 也取得了多项重要共识 下午两点 闭幕新闻发布会准时召开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用论坛秘书长李宝东的话来说 是疫情结束后完全恢复 且不用戴口罩的首次线下会议 李宝东表示 今年年会的主题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 围绕主题 四天来2000多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嘉宾 通过40多场论坛活动取得了多项共识 与会者认识到 当前的危机迫使大家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除了团结 别无选择 而多边主义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是前进的必由之路 并且应该确保所有国家 而不是只有少数国家从中受益 与会者还认为 亚洲正在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预计2024年 亚洲将贡献全球GDP增长的60% 也因此 亚洲国家必须担负其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推动区域深层次融合和互联互通的责任 亚洲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 要防止外部挑拨利剑 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我们不能被误导 亚洲人民 是有这样的聪明才智的 我们是清醒的 我们不需要战争 不需要冲突 我们要擦亮眼睛 防止政治集团对抗 对外部搅乱亚洲发展环境的企图 亚洲人民 亚洲国家 应该坚定地说不 而本节论坛达成的另一项重要共识 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中国的发展目标最明确 路线图最清晰 国内环境最稳定 市场规模和潜力最大 2024年 中国将继续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此外 李宝东还说到中国提出的心智生产力的概念 在今年的年会上也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 心智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多被各方所了解 议会者对于如何下一步发展心智生产力也有了新的认识 以上是东南卫视记者在海南博鳌的报道 作为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路径的顶层设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 已经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地区 有力推动了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设置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议题 探讨如何更好为共建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注入新动能 传递开放合作有力信号 29号上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分论坛上 汇聚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经历群 亚洲金融协会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雷纳特·别科图尔沃夫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行长苏马扎克拉巴蒂等多位重量级嘉宾 别科图尔沃表示 在地缘政治危机加剧 全球物流和供应链遭冲击之际 一带一路的优势越发凸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政策顾问扎法尔介绍 在这11年间 共建一带一路已完成3000多个项目 并在150多个国家开展了项目建设 投资总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 这些项目不光是财政上的资助 更有技术方面的支持 尼泊尔总理外事顾问卢伯则希望 以数字化赋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 尼泊尔总理外事顾问卢伯创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表示 中方正推动各方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逐步缩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数字鸿沟 为相关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会后有记者询问地缘政治是否会给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压力时 金利群表示 我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来很好的处理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 今后带来的这个压力 那么最近这个我也参加了北京高峰会议 峰会以后习主席建了美国啊几大国家的一些代表团 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 就说明中国政府呢 他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 看大的方向 看前面 不会为一些细小的问题来扰乱自己的这个思路 也会妨碍自己前景的部分 博鳌亚洲论坛今年发布的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4年度报告认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度的对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新一代的贸易协定 那么这个深度对接阶段 中国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于这个疑问 来博鳌参会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伟 为我们进行了解读 的确一带一路非常体现了中华的传统的智慧 我们强调借力 强调对接 强调把中国的梦想和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梦想进行对接 其实过去我们签了152个 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备忘录 主要是这方面的对接 但是在今天全球化越来越朝向 全球区域化 全球本土化这个方向 同时全球化朝向绿色素质的转型 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也特别强调的 体制 机制 规则 标准的这样一个开放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一带一路 跟已经存在的 已经合作多边的机制进行对接 现在成为我们的一个重点 但是遇到的问题 挑战 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 像CBTPP对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开放 那么我们愿意对接 像日本现在在主导 以前是美国人推动的 他愿不愿意跟你对接 因为他们主要的原则 以前说得很清楚 就是ABC Anyone by China 他目的就是中国高标准来排斥中国的 他们担心中国做大 他们也不希望一带一路成功 这个是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就是在对接的过程中 因为双边的相对比较有效率 像中国跟现在共建国家签署的这些MOU 但是多边的它本身的效率就比较低 然后跟它对接起来 要跟所有有关方要一致同意 那么这个因为墨桶短板的问题 对吧 这个一个墨桶沉多少水 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所以RCEP现在我们说要升级 但是因为它是最包容性的 最有贸易区 所以它一些相对比较穷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那么他们能够达到 我们现在说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 体制机制规则的这样一个开放和对接 这也是遇到一些困难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 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重大历史性成就 成为一项汇集全人类的伟大创举 回望一带一路十年的历程 王毅为认为 其给世界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的资本可以到世界各地 掘取财富 好像这个世界全球化就这么开启的 但是有很多有挖地的 整个世界上是四个内陆型国家 其中最大的内陆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 资本不会去的 去的很少 资本都会去沿海地区 因为它的运输成本比较低 整个世界上本来90的贸易通过海洋来进行的 所以整个世界就是畸形的发展 内陆地区普遍落后 沿海地区普遍比较发达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一带路 首先是设施连同 要自负先修路 在中国已经成功了 我们现在像我们的成余地区 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对不对 像成都都是双机场了 国际机场 中国能够实现 为什么在非洲 在亚非拉其他国家 一带路国家不能够实现呢 所以他们现在都知道 一带路那个路 就是要自负先修路 所以就改变了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带路 带着最大的变化 就是改变了500年以来的 西方主导的海洋型全球化 资本的无需扩张 造成的贫富的悬殊 所以我们要强调 人民为中心 要强调公平正义 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 是一场引人瞩目的盛会 它汇聚了来自亚洲 乃至全球各地的政商领袖 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亚洲和全球经济的 发展趋势与挑战 在当前全球经济 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 博鳌亚洲论坛为与会者 提供了一个分享智慧 共商合作的平台 有助于推动亚洲 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于发展 本次论坛对于 新智生产力的讨论 尤为引人关注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在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 新智生产力 有望为经济增长 注入新的动力 特别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时 这也对年轻一代提出了新的挑战 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 和适应新技术 以适应未来的职场需求 此外 本次论坛的举办地 博鳌 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 博鳌净零碳示范区的建设 展示了中国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努力与成果 总的来说 202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 是一次成功的盛会 它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也展示了中国 在推动和平与发展方面的 积极贡献 我们再来关注 马英九将于4月1号 启程访问大陆 民进党人士又顾忌重施 不断进行抹黑 国民党方面多次回击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28号举行记者会宣示立场 肯定马英九的访路之旅 这个叫起尿器 为什么老是要附和你反台独 那你是反维持现状 还是你只反台湾 我想马英九在这个时间去 这个时间点的确是不适合 对于民进党方面 对马英九的攻击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举行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 民进党的对策在哪里 记者会 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表示 马英九此次访路 定位是和平之旅 最不缺的就是民进党 从上到下的酸言酸语 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民进党把两岸紧张的关系 搞得越来越紧张 没有办法和缓的时候 和平之旅都还要 忍潮乐缝的话 那真的是完全走回头路 大可不必 洪孟凯表示 根据相关网络民调 去年马英九访问大陆 有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支持 根据岛内青绿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也有四成的台湾年轻人 肯定马英九的表现 民进党政府难道要跟台湾的主流民意 继续的背道而驰继续作对吗 还是要放弃和平 只想一味的迈向战争 越去突然传出说要喝针战争税 难道这就是民进党政府 想要带给台湾人民的方向吗 民进党就是一个 撤头撤尾 不双标就搏不下去的政党 就是一个撤头撤尾的笑话党 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岸的关系是越演越烈 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高 他们的业务越来越重 我们更希望现在所有的绿执政党 这些政客应该好好想想 他们所操作的抗中保台 所造成的后续问题 蓝营明代表示 国民党团的态度立场明确 民进党当局应该要拿出具体的对策 缓和紧张的两岸局势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续曾指出 陈建仁与民进党其民旦们 说台湾是所谓独立的国家 是不折不扣的态度言论 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陈建仁和民进党籍民旦们 确定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吗 台湾跟大陆都是属于中国 民进党不愿意去面对 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认同的分裂跟撕裂 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的所谓逢中必反 也是嗤之以鼻 太过分了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逢中必反了 刻意的去抹黑 然后刻意的去反对 我不喜欢现在执政党是这样子 我觉得去了反而能够减少两岸的敌意 对不对 民进党为什么那么激动 我觉得民进党就是想要引发战争 我觉得现在台湾就在走下坡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先生 民进党人士不断地对马英九访路进行抹黑 那么您对于王定宇等绿营政客的话 作何评判呢 绿营的政策各式各样 但是反对两岸统一 反对两岸交流 反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些绿营政客面对的马英九访问大陆 这一次要去广东 要去陕西 要去北京 要到陕西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就是要祭皇帝陵 参加清明节的皇帝祭典 这个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讲 皇帝是咱们共同的祖先 去祭拜皇陵 就表示说 马英九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诉求 跟民进党主张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的诉求 可以说180度的相反 背道而驰 对民进党不断的在台湾地区 推动台独运动 台独思想 台独的意识形态 甚至于所谓台独的政策 可以说马英九就直接了当的 给他们当了一个中流砥柱的党路使 看在民进党的绿营政客里面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碍眼 适可忍 孰不可忍 这个几乎是在民进党里面 一些外省子弟的共同特色 他们如果不表现的 比本省人搞台独更加激烈 会被怀疑他对台独不够忠诚 对民进党不够效忠 所以他们的言行 往往会溢出一个理性的范畴 王定宇如此 段宜康也是如此 周玉寇如此 张亚琴也是这样子 赵天林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这一挂的外省级的子弟 在投靠台独以后 他的意识形态会产生高度的扭曲 所以他们会批评马英九 你到底是不是反对现状还是什么 这个各种难听的言论都会出来的 他无法应付就把一股子的恼怒 恼羞成怒就把他投射到马英九身上 用很难堪的语言在攻击马英九 但是台湾社会毕竟是冷静的 理性的 看在眼里面 不会去对于民进党这样的攻击 有太多的回应 最后他们一定自讨没趣 好的 谢谢蔡正元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感谢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 你的一言一行 妈妈 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孩子 好 谢谢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连结奉公 感恩迟静 爸爸辛苦 心火灼灼 生气同音 话剧同心 大笑长年 家政国行 一朝一返 当思来臭不易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上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台美勾连动作频频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 下周将窜台 这是他三个月来的第二度窜访 而美众院军委会要角 伯格曼 这几天正在台湾窜访 28号与蔡英文赖清德会面 宣称要强化海上战略 据台媒报道 罗森伯格下周将抵达台湾 与蔡英文 赖清德 萧美琴 台立法机构及政党领袖会面 这也将是罗森伯格首次访问 由国民党占多数的台立法机构 今年1月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第二天 罗森伯格窜台 现在还不到赖清德520就职典礼 罗森伯格又要窜访 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和国务院要求罗森伯格再跑一趟 推测是关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内容 及未来政策立场 另一方面 台立法机构由国民党拿下多数 美方也关切台湾的防卫政策及预算 是否能顺利到位 因此有必要了解台立法机构 及各政党最新状况 最近台美勾连动作频频 27号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所谓情报纪特种作战小组主席伯格曼 率跨党派一行窜访台湾 28号与蔡英文赖清德会面 民进党当局趁机鼓吹 所谓美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伯格曼宣称 希望台湾地区强健海上战略 蔡英文称 未来台湾会持续与美国一起努力 扩大所谓全球民主阵营的合作 赖清德对伯格曼表示 他与小美琴即将于5月20号宣誓就职 期待未来美国持续支持台湾并相互合作 让台湾所谓更安全台海所谓更稳定 针对美台高连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斜扬自重 以美谋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主持29号例行记者会 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称 台海军司令将于下周访问美国 讨论海军合作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林健回应道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勾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 高度敏感性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将所做的承诺落到失处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 继特种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 与赖金德会面了 赖金德声称就之后 期待所谓的美台合作 让台海更稳定 然而这给台海带来的 您认为到底是稳定还是危险呢 美国的政客频频地窜访台湾 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两点 一个就是了解当下台湾岛内 民进党也好 包括其他政治人物也好 相应的一些动向 以便美国能够掌控相应的一个局势 再有一个就是给台湾下相应的指导旗 让台湾按照美国的战略 来进行相应的布局 所以美国的政客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串访台湾其实都是基本上就围要这两件事情 那么这两件事情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要利用台湾达到以台制华的这样一个目的 把台湾当作跟中国博弈的一个筹码 那么进而呢 在台海地区呢 要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本质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不管赖青德说跟美国关系多么密切 还是美方说多么希望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不支持台独 但是这种政客的篡访 就是在实实在在的破坏着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再给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独势力 传递错误的信号 让他们呢 希望能够呢 依美谋独 挟洋自重 这其实已经是我们强调了很多遍的 一个像美国的一个 可以说都不算阴谋了 他已经摆在台面上的一个阳谋 所以说呀 美国介入台海地区 应该说是造成当下两岸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个原因如果不消除的话 台海地区是不可能恢复和平的 两岸之间也不可能相向而行 尤其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对抗大陆 他们呢不管是在实力上 在这个能力上 都跟大陆相差甚远的情况下 那么美国就成了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希望借助美国 甚至希望美国能够出兵协防台湾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要对台湾下指导旗 那么民进党当局也一定会养着美国的鼻息 按照美国的具体部署当他的代理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美国这些政客 如果在美国整体遏制中国 把中国当作敌人的这样一种啊 大的战略策略不改变的情况下 越发频密的介入台海 不断的派各类的政治人物窜台 越会引发中美关系的紧张 也会引起台海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赖清德经民进党当局若继续的以美谋独 挟洋自重 不会有好下场 好的 谢张斌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的儿子 在台安全部门任职 最近疑似卷入性交易涉黄事件 台安全部门以立案调查 称将本着无网无纵的原则 厘清案情 才拿出态度查办台安全部门特勤少将强门案 直言伤害台军形象 而这回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的儿子 也被爆出疑似染黄事件 台湾网络媒体一传媒28号报道称 邱国正的儿子邱晃年在台安全部门任职 遭爆料疑似涉嫌性交易 该媒体更宣称有数段不雅视频 但并未刊出相关影像 讯息曝光后 台安全部门发出文字声明表示 已经立案调查 如果违法将依法纠办 台防务部门也作出回应 全案已经立案调查 会依照无望无众的原则去厘清案情 那么邱部长以建军备债的任务为职守 家庭事务会是需要来配合调查厘清 军机问题真的应该螺丝拴紧 不要再一而再的发生 王宏威指出 这次涉及的是邱国正之子 因为接近520 邱国正的位子是否因此不保 有人觊觎台防务部门主管一职 所以放出这样的讯息 让媒体掌握曝光之后 意在逼邱国正为自己儿子所犯的错负责 在520之前下台 而这是否代表民进党内抢位子抢得太凶 王宏威的这个说法 也受到岛内不少人士的认同 不排除后面的部长的这些的争夺 怎么样上台是一回事情 要漂亮的身影下台 结果头上已经戴了一顶大黄帽 是到儿子给他戴上去的 他下台会好看吗 我自己的办公室也有收到相关的爆料 而且是非常详细跟清楚的内容 到底是内斗还是说变成是一种 的问题 我觉得后续都必须要再去理清 另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特种部队也爆发重大危机事件 一名在外岛服役的台陆军 两期侦搜营事官被举报 与多名女子拍摄多部不雅视频后 在网上贩卖 台军方调查后确认消息属实 将在召开人事评审会后进行惩处 该媒体在报道中用离谱形容此事 我们继续来请教张斌先生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的儿子 爆出了涉黄世界 那么台军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丑闻 军纪涣散 您对此做何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事要从两方面来看 一个这个时候爆出邱国正的儿子 出现相当的丑闻 正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即将就任前夕 正是在各个部门人事安排的一个 可以说紧要的关头 那么爆出这个消息来呢 是不是背后有相当的一些政治企图 甚至以邱国正的儿子来打邱国正 矛头直接指向了一些具体职位的 这样一些争端 我觉得值得高度怀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抛开这个时间节点和邱国正 儿子的这个身份来说 台军的军纪换算 爆发丑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 从民进党执政以来 我们看到台军完全处在一种 可以说是非常这种混乱的状态下 不仅军纪废弛 而且不断地爆出形形色色的丑闻 你看这个桃色丑闻就不用说了 那其他的比如说 这个不断地有台军士兵轻生 包括军火流入到民间 甚至在此之前还发现在这个 黑帮的军火库里发现了 美国毒刺导弹的这个外发射筒等等 这样的离奇事件 再结合着他历次的像汉光军演等等啊 经常出现重大的失误 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们可以看出 台军现在确实存在着这种啊 军纪废弛 然后这个战斗力低下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呢 我觉得一个啊 就是台军本身的这个训练啊等等啊 没有加强 它没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 民进党当局执政之后啊 一直把台军当成谋独的一种手段 不断的进行清洗 这种清洗既包括呢 对于这个台独理念不认同的 士兵军官的清洗 也包括给这个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士兵啊 用台独意识洗脑的清洗 让这些台军的士兵呢 应该说不知为何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的混乱 再加上民进党当局更多的在军事部署上 人员安排上采取这种政治分赃的形式 更多的都是政治操弄 而忽略了实际的这个军队的相应管理等等 都是造成今天台军军纪涣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邱国正他的儿子因为身份的原因 所以成为了大家瞩目的焦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台军表面上看 在民进党当局不断以武谋独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在加强战备的大背景下 那么里面的这样一些相应的就丑闻 弊案管理的松懈以及诸多的漏洞 随着一起一起事件将会逐渐曝光 这样的一支军队 你希望他来对抗大陆 希望让他成为推行台独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力量 这无异于吃人说梦 好的 谢长斌先生 台军方军纪涣散重创台军士兵的社会形象 也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到岛内的食安问题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知名素食餐厅保龄茶市 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案 已经养成两人死亡 28号 台北市法务局约谈业者 涉事餐厅负责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出席 面对媒体 他不发抑郁 保持沉默 保龄茶市爆出食安事件已经酿成两死 事情发生后 餐厅负责人李访轩神隐多日 28号有委任律师陪同 终于出面到台北市政府说明 但面对媒体追问 他全程保持沉默 而在这次事件中 台北市政府和台卫生福利部门 被质疑处理慢半拍 3月26号11点18分 食药署才接到台北市 慢恩拍的通报 永远是不当一回事 那每天的紧急救援 怎么救也救不完 这一次也因为是非常罕见的症状 第一时间也很难跟一般食物中毒做一个连结 只要家属同意来进行假扣押 也就是针对保龄负责人相关的财产 避免后续如果有责任脱产的情形 这个也不能再太苛责了 太苛责我们这个台北市卫生局 这个判断的确是不容易的 不过我还是强调我们是在26号才知道有其他的个案 台卫生福利部门副主管出席台行政机构会议前表示 是在26号才收到台北市通报 不过会中却又改口 成24号就接到台北市通报的消息 这个案子它是从23号新北市通报 然后24号台北市也通报 那24号到26号之间 他们没有办法界定这个死亡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的这个医师们 他们非常有警觉性 他们看到报道之后 他们马上就link到他们的病人 所以赶快通报 第一时间是口误还是想甩锅 国民党籍民带徐巧形质询 要求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薛瑞源给出时间轴 新北跟台北在3月24号有通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是吗 有在24号的时候 那实验署就已经接受到这一个新北的通报 在12点 保龄查市食物中毒事件扩大 28号晚上台卫生福利部门紧急召开记者会 说明死者解剖检验结果 验出米酵菌酸跟调查有很大关联 也跟专家讨论的方向吻合 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 这个是在台湾从来没有验出过的 但是在国际上是有案例 这次案件非常罕见 台湾首见 这项毒素个案的症状也很严重 王毕胜强调 目前公布的进度并不是最终结果 还需要检察官综合判断 好的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井家腰腿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 三期安堂骨碎骨胶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骨 还有鞍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鞍糖 三期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鞍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试试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级牌 三期安堂 骨碎补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补 还有胺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胺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容易循环不畅 三期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胺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级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 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级 一直坚持 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级排 三期安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期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级 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可以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级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界 我们来关注 今日重磅话题 28号 日本国会参议院 以执政党多数赞成 通过2024财年预算案 总额约为 112万亿日元 其中防卫预算 增至7.9496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 而日前 日本政府决定解禁 日本与英国 意大利共同开发的 下一代战斗机 向第三国出口 并在国家安全保障 会议上修改了 防卫装备转移 三原则的运作指南 这被认为 是日本安保政策的 重大转变 日本国会参议院 28号 以执政党多数赞成 通过2024财年预算案 总额约为 112万亿日元 其中防卫预算 增至7.9496万亿日元 较上财年 增加约16.6% 在创历史新高 从预算案具体内容来看 2024财年 防卫预算重点 放在提升 所谓反击能力 和强化导弹防御网上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巨额防卫预算 早已背离 和平宪法的 专守防卫原则 引发亚洲邻国 及国际社会担忧 与此同时 日方在解禁武器出口上 也发生重大转变 日本政府26号召开内阁会议 决定解禁 日本与英国 意大利 共同研发的 下一代战机 向第三国出口 同一天 日本举行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修改防卫装备 转移三原则 及其实施方针 在这次修改中 日本政府将出口项目 限定为 下一代战斗机 出口对象 限于与日本签订 防务装备协定的 15个国家 除联合研发国 英国和意大利 还有美国 德国 印度 菲律宾等 路透社称 这被视为 日本安保政策的 重大转变 代表着日本十年来 军事出口政策的 最大转变 对此 日本民众于 26号当天 举行抗议 表达强烈不满 一些日本民众 冒雨 聚集在首相官邸前 举行抗议活动 抗议政府 允许向第三国 出口杀伤性战斗机 日本社民党党首 福道瑞穗在参加 抗议活动时说 日本宪法第九条 规定 不能向海外贩卖武器 然而当下的日本宪法 正在一点点崩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林健在29号举行的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近代 日本军国主义的 侵略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 高度关注 近年来 日方大幅调整 安保政策 逐年增加防卫预算 不断放宽 武器出口限制 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 不能不让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是否真心 坚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产生强烈质疑 林健说 我们敦促日方 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 安全关切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免进一步失信于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另据日本共同社28号消息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 27号透露 日本政府拟江北海道 冲绳等7个道线的 16处机场港湾 指定为所谓有失据点 将完善特定机场与港湾 以再突发事态之际 供日本自卫队和海上安保厅使用 共同社在炒作此事时 尤其提到 该计划的背景因素 包括对中国海洋活动 和所谓台湾有失的担忧 今年1月 日本前首相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 在演讲中公开声称 台湾有失必然发生 并将成为事关日本生存的危机事态 如不让台湾作战 将很难救助 再台日本人 对于所谓台湾有失 就是日本有失的鼓噪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曾明确表示 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 不关日本什么事 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境 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不禁让人回想起 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和殖民亚洲的历史 中方必须正高日方 今天的中国 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 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国家 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就此话题 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滕建群先生 日本国会参议院28号 是通过了2024财年的预算案 虽然与上财年相比 日本政府新财年的预算规模 是略有收缩 但是我们看到了防卫预算 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这些变化 您认为透露出了怎样的讯息呢 从日本的新财年的预算来看的话 它体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方面就是亚缩政府 相关部门的开支 在防务费用方面加大投入 这是一个基本态势 特别在最近几年的话 那么日本政府在岸田的领导下 认为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 投到日本最对建设 投到日本的安保战略调整上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适当地压缩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 那么集中更多的资源 投向防务开支 这很显然是岸田的一个重要的决策 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是为了适应当前 日本防务战略转变的一个迫切的需要 因为从岸田上台以后就调整了日本的防务战略 在安保战略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 日本的防务态势 比方说基地的扩张 阵地的建设 以及编制体制的方面 都会做出重大调整 就是从过去的专守防卫 到现在的主动进攻 它需要大量的防务费用投入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美国在后边推波助澜 因为美国现在死死地控制着 它的盟国包括在东北亚地区 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其实就是要把日本整个一个防务作战能力 纳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的 整个一个作战序列当中 所以美国不断推波助澜 这是一个方面 而这种变化来说的话 是需要大量的防务费用保证的 所以最近几年 我们明显地看到了 日本防务费用的不断增加 很显然是跟当前日本正在进行的 安保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们继续来请教 时事评论员腾建群先生 日本共同社等多家日媒 那是积极炒作 日本已将16处机场港湾 定为有势据点 设置的理由呢 就是所谓的台湾有势的担忧 那么在您看来 这究竟是真担忧 还是别有用心呢 从这次列出来的16个 重要的基地建设来看的话 它从北海道一直到冲绳 所以从南到北呢 遍布日本列岛 对于日本来看的话 日本自卫队现在要进行 进攻性的作战呢 它必须要有更多的前进基地 而这种前进基地不单承载着 有生力量的存续 或者是投送的问题 它还需要呢 积蓄大量的武器装备 包括导弹 包括舰艇飞机等 这种作战物资 那么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 对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 或者军事设施建设呢 它的这种拉动呢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从北海道到冲绳这一线呢 那么提出来要强化16个军事基地 或者16个地区的军事储备的建设呢 很显然是战略的需要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它也借着呢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兵力调整呢 做出它部署方面的 一系列的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 2020年4月份呢 美国提出来 所谓太平洋威慑计划 就是从阿拉斯加 韩国 日本 中国 台湾和菲律宾一线呢 部署攻防兼备的导弹体系 瞄着中国大陆 让中国的决策者心有忌惮 那么其实这一切来看的话 都是日本在炒作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延展 那么认为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这显然是干涉了 我们国家的内政 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务 所以日本一些政客 只收划脚 那么同时呢 借着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呢 来发展自己的军力 来扩军备战呢 这显然呢 也是有目的炒作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具体表现 所以我个人感觉呢 现在来看的话 日本随着它的 安保战略的全面调整 不光自卫队编制体制 在发生变化 那么它从南到北的军事部署 军事设施的建设呢 同样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这次提出来在16个地区 进行这种 包括军事设施在内的相关改建呢 应该说就是要进一步强化 它的战争动员能力 和战争储备能力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浙新战线 在今日头条 开设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浙新战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的节目 365天在您直击线的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战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访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战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